1718 中四小巧 MC 的第四題 A 和 B 是兩個相同的發泡膠杯 裝有相同質量的水 水的初溫是 20 度 如果現在這個發熱線的功率比較大 這個發熱線的功率比較小 如果 A 的水可以去到 80 度 B 的水可以去到多少度 因為這裏是兩杯水 我們先拿到第一杯水 就是功率乘時間 P 乘T 等於提供了的熱能 這個提供的熱能 被液體吸了的話 就會變成 MC Delta T 就會變成 MC 乘以 80 減 20 這就是溫測 這就是我們的一號式 我們的一號式就是 Pt 等於 MC 乘以 60 這就是我們的一號式 然後第二個杯 第二個杯 你就會發現功率只有 P over 2 即是第二條式就是 P over 2 乘以 2 個時間 提供的熱能當然是少了 就會等於 MC 乘以 T 減 20 即是說這一個未必升到 80 度 這條就是 2 號式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怎樣把 1 號式 1 號式 和 2 號式 和 2 號式 和 1 號式 所以我們就考慮 將 2 號式 over 1 號式 就會變成 MC T 減 20 over MC 60 就會等於 P over 2 乘時間 P乘時間 然後將 相同的東西 約好它 就會變成 2 分之 1 就等於 T 減 20 over 60 即是 T 減 20 本身 就應該是 30 即這個位置是 30 所以 T 就是 50 度 所以這個 這條的答案 那杯水是將會升到 50 度 所以答案 答案是 BY